嘿喲,我是Jimmy Rowe,你现在收听的是吉米哥你说,今天吉米要跟你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有一位大来宾来到我的podcast节目,我们欢迎柯柯柯敏薰,掌声! 哈喽,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薰,嗨,Jimmy,你好! 哈喽,你好,你好,初次见面,初次见面请多指教,不要这么客套,你是我的podcast节目,算是第一位真的有歌手来跟我聊podcast的,因为之前都是我一个人在介绍分享音乐的东西,对,那终于有就是本尊献身说法的感觉,活人,活人出现,好,我来帮你解惑,好, 然后听说柯柯,你之前有听过我的节目吗?对呀,然后讲一下,这个我不能自己,自己讲就感觉很不要脸 2020年的时候,接近那个同志大邮行的时候,我的公司的同事,他有在听你的节目,然后他就分享你的节目给我听,他说嘿,Jimmy哥这一集节目有介绍我的歌哦,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听了一下,然后因为你也刚好有来听我的那个 专辑的抢听会,然后你在这节目,这集节目里面就讲得非常感动,然后我那时候听的时候觉得,好想跟这个人真实的聊聊天哦,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有听到这首歌里面,歌词在写的事情,虽然说是关于彩虹,然后关于为同志议题发生,虽然说我没有写的那么的白话,但是呢, 的确我有点铺陈,然后我觉得你有听到,所以我非常的,嗯 因为你在听歌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那个时候你就有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就是因为你参加同志大邮行嘛,然后有感而发,然后在某一年把它写下来 2012年吧,应该是20,还是2011年,你有印象吗? 数对我说,好像是2012年吧? 2012年,嗯,所以也是蛮早之前就写好的歌,嗯嗯嗯嗯,然后到现在才把它 完整的编出来,然后发表,算是,对啊 其实从高中开始就参加同志大邮行,然后那时候就在争取婚姻平权,然后同志婚姻合法,然后这样子经过了好多年,然后现在也已经高中毕业,然后 早就毕业了,我想说,你现在已经高中毕业了,早就毕业了,OKOK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一路的过程,我觉得走的还蛮,蛮辛苦的,然后现在终于有一个很甜美的果实,嗯 然后就有点像这首歌,那酝酿了好多的时日,然后终于把它写下来,浓缩在一首歌,所有的心情,嗯 所以就蛮感动的,因为你刚提到你是,听了我那一集的Podcast,然后才认识我嘛,对啊 然后其实我,我之前就认识你了,但是之前没有特别特别去专精的,仔细认真研究去听你的歌,我这样讲会不会很失礼啊?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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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嫌晚,不嫌晚,对,我真的觉得不嫌晚,因为我为了今天想说要来跟你聊天,然后再回去把你的第一张专辑,游乐到第二张不能发出声音,包括中间有一些单曲啦,包括网路剧的啊,失去什么啦,we stay here 什么,包含倒转卡带,反正就是中间有经历了一些,单歌的东西,到完整专辑,我都把它全部听过很多遍, 你好感人,对啊,我就感情,必须要做功课的吧,总不可能来这边放空吧,我以为我们今天就来聊天吧,聊天,对,我们是来聊天,没错,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听歌会的时候听到你唱树对我说这首歌,对,然后在这之前我没有听过这首歌,然后我听到你分享故事是关于彩虹,为彩虹族群发生,然后刚好我那时候要做这一集的Podcast的主题,然后我还唱一首歌,然后觉得,哇,这是老天爷明明中的安排, 就是赐予我这一首歌,刚好放在这个队的位置,这样子,天时地利人和,对对对,然后因为我的听众,观众,大部分应该99.99999,都是gay,都是同志,对,所以他们都,我相信这东西对他们两应该会是有共鸣,而且刚好把你的音乐推广出去,我觉得就是,也是好事一件啦,谢谢,谢谢,你有品味了,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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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可能还是有蛮多的听众,对你还没有那么熟悉,嗯,那这一次是,已经是第三张专辑了,画画,对,那这个画呢,是哪个画? 画图的画 对画的画 顾名思义 我觉得 讲到画画 我们就会想到颜色吧 然后讲到对话的时候 就会想到是两个人的对话 或者是自己的对话 为什么要叫做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 我在做这张专辑之前 做了一个实验 然后这实验是跟声音有关系的 我有画笔 也有画布 也有油彩跟粉彩 然后我做的这个实验 就是将把我听到的声音 画在画布上面 围棋大概将近半年 每天起床就画 画累了就睡觉 然后在这个画画的过程里面 我听到了很多声音 太阳的声音 太阳的声音是什么啊 对 我觉得有温度哦 下雨的声音 或者是十字路口 车流的声音 或者是人走路的声音 醉汉闹事的声音 或者是在半夜非常非常安静的时候 接近凌晨的时候 我的那一片宁静 我觉得它都是我 作画这个过程里面 一直在问自己的事情 我在问自己说 我可以留下什么呢 我是谁啊 我的爸爸妈妈 至于我 以及家庭到底是什么意义 那关于爱又是什么 那些来到我生命里面的人 又离开了我的生命的人 他们为什么而来 我又能带给他们什么 所以呢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经过 不断的自我的对话 所以我产出了这张作品 叫做画画 画图的画 对话的画 希望听歌的人 可以在听歌的时候 可以跟自己对话 或者是跟想要产生连结的 那些人事物 有一个真实的接触 从小到大 你是一个很经常跟自己对话的人 可以这样说 应该说只能跟自己对话 小时候 不太 不怎么 没有办法跟别人讲话 然后 感觉跟别人 面对面讲话的时候就很紧张 然后 也没有什么人想跟我说话 我跟你分享我的故事好了 因为就在上礼拜吧 还是反正就前一阵子 我有在我的IG 发了一篇文章 我小时候跟你一样 我也是一个不讲话的人 然后我也很害怕讲话 像什么有时候要什么上台演讲 就不用 不要讲到演讲啦 光是什么举手发言这种事情 在我小时候 是不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 然后我就是因为我会 很不敢就是面对别人 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 很爱自言自语的人 我自言自语有时候是会对墙壁讲话 或是我心里会有一个另外一个自我 我就有时候会 自己跟在心里跟自己讲话 可是有时候比如说不小心可能在 走路的过程中 或是可能不小心真的化为言语 不小心讲出来了 我在我跟我自己聊天的时候讲出来 别人可能觉得 诶这个小朋友怪怪的 他干嘛在那边对着空气讲话或什么的 然后像小时候啊 大人啊长辈啊可能看到我 他都会都会可能就会说 诶就是 他是自闭儿 对我小时候有时候会这样讲 然后我小时候听到自闭儿这三个字 我就会很敏感 我对这三个字很敏感 就是我就觉得 我我是自闭儿吗 我真的是自闭儿吗 小时候不懂这些 可是就觉得对这个东西会有一个 排斥跟抗拒 这样突然让我想到就是那个 新学期不是都要上台自我介绍 对对对 那就是那种轮到我的时候 我真的是会就站在台上 好像真的是一个字也讲不出来 就是会 呃 嗯 呃这样 然后大家当然就会觉得我很奇怪 可能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小时候的就学经验很不好 是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朋友 感觉老师也觉得我很奇怪 所以也特别不想照顾我 然后其实我小时候是过动儿 蛤你是过动儿 对我过动儿 就是我没有办法坐在教室的椅子上面太久 然后我会自己不由自主的站起来 然后就想要跑去教室外面 嗯 那通常就被老师拦下来 拦下来后就去哪里 这样 然后我就又说不出话来 嗯 你知道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压抑又太痛苦了 所以老师可能就会叫我去外面罚站 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因为就是反正不用坐着就好 因为我在外面我可以自己动 我可以自己跟我的手玩啊 或是我跟那个鸟飞来飞去的时候 也觉得我可以跟他对话 嗯 所以我还蛮知道你刚刚在说什么的 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不是朋友 对 真的耶 我们小时候就可以一起跟鸟对话 因为我也 一起对大海聊天这样子 我也是那种就是会跟自己讲话的人 然后走到路上的时候会突然 不小心就冒出一句话 对对对对 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我到底脑袋在想什么 然后讲出了什么话 我没有办法回忆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 的确别人会觉得我很奇怪 但是可能大家也觉得你以前很奇怪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我们现在可以做跟声音有相关的事情 我觉得好像冥冥之中就是会有一些 不知道 我一直觉得我很相信就是老天爷有一些安排 你今年会发生这一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有它背后发生的意义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在此刻降临在你身上 你会遇到这个人 这个人会对你做了这件事情 或是谁说了一句伤害你的话 那这些东西你当下可能只是会觉得愤怒或难过 但也许多年之后 你再回想你才会知道为什么 当下有时候 就很像什么当局者迷那种感觉 你会看不清楚 嗯 这些东西可能就会变成你写歌的养分 你的歌都是这样来的吧 没有错 我的歌真的就是从 就是生活跟我聊天的人 我看的电影 我看的书 或者是我今天真的受了一个伤 嗯 然后或者是我今天真的无比的快乐 我感觉到幸福 或是真的只是很简单的一个人给我一个眼神 嗯 或者是只是轻轻的触碰我一下 我都会觉得 那个是我生命里面 可以把它幻化成为文字跟旋律的一个 很珍贵的一个素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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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頭漲漲的灰 灰色的完美 做音樂這件事情其實很奇妙的 就是像你這張專輯有十首歌 但是好像有一半的歌都是 不是這兩三年寫的歌 都是你在這段生命中累積下來 可是有些是以前可能寫好了就放著不敢唱的歌 有些是可能覺得還沒有到時機或者是之類的 對不對 對啊 你有沒有想要特別推薦的歌 如果要這樣子講的話 我覺得這首歌還蠻特別的 因為這首歌叫做自戀的自虐 這首歌在可能20還是2011的時候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那個時候這首歌就叫做Illusion 跟現在英文歌名是一樣的 然後那個時候詞曲的架構已經是非常完整的 編曲也有點像現在的雛形這樣 然後可是你看香格將近快要 快要九年十年的時工裡面 其實這首歌一直藏在我的抽屜裡面 我很難想起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好像人的狀態是這樣子 就是你以前做過的事情 但是你可能不會想要再去回憶它了 就會把它先把它封城在一個小盒子裡面嘛 然後等待到了時機成熟 像這次是因為為了想要做畫畫專輯 我真的有一天早上睡覺半夢半醒 快要起床的那一刹那 突然想起來這首歌的旋律 就是你給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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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突然想到這個 這首就是副歌的第一句 然後我就趕快去聽這個demo 聽完我就 好想哭 大家哭一場 就是 這首歌回到我的生命 我覺得我的歌有蠻多的狀態是這樣子 就是 會先寫下來 但是它不會很急於要在此刻 這首歌必須被發表 反而我會希望它可以經過時間的淬煉 然後也可能是經過編曲重新填詞 然後讓這首歌符合現在歌手的心境跟狀態 然後把它完成這首歌曲 所以這首歌到了2019年在製作畫畫這張專輯的時候 特別找了李格蒂老師來幫我寫這首歌的詞 然後我告訴他了我的故事 其實我有一點病名的學名叫做人格分裂 就是多重人格 可能就我裡面腦袋會有很多聲音 有點像你剛剛講的那樣 所以其實說不定沒有多重人格 我只是把它隱藏起來 壓抑起來了 哦 我跟你講 我以前也就是隱藏跟壓抑 現在我真的就是讓他們百花齊放 所以你每天起床會是不同的柯明勳 或是他不叫柯明勳 他是somebody somebody 那其實沒有名字 嗯 其實我的人格沒有沒有名字 我也不特別為他們取名字 因為如果取了名字的話 這個個性就會樹立的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會盡量去 也不算是忽略他 就是我了解他 哦我今天是這個樣子的人 其實有時候我起床的時候 嗯 是比較沮喪的 有時候起床的時候 我會是無比快樂的 然後明亮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每一天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 我每一天感受這個世界的顏色 也都不太一樣 嗯嗯嗯嗯嗯 唉ú 難怪我其實聽你的歌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你的旋律都會很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很...怎麼講 很不直接 很迂迴 真的喔 嗯 我覺得很迂迴 就是會很...很綿延的感覺吧 不知道怎麼樣具體的形容它 但也許這會又形塑成是屬於柯明遜音樂的一個風格 所以這次像你跟序章合作那個拋 那就會讓人覺得 突然變得好流行歌喔 的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跟你以前寫的歌蠻不一樣的 所以這次你就有點想要徹底就是 打開自己了 不要再那麼自虐了 有這種感覺 欸 那你有聽到重點 就是我覺得 歌跟人是 歌如人 人如歌 所以是騙不了聽眾的 對對對對對 你可以隱藏自己的情緒 你可以很壓抑 你可以很故作堅強 但是在歌裡面就會聽得出來 一五一十的很誠實被聽出來 嗯嗯嗯 所以如果我們要說到之前回去那個 嗯不能發出聲音 你就會感覺到 喔我那個時候狀態是一個 嗯比較封閉嗎 很封閉 很封閉 你很自閉 你是真正的自閉兒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住在一個偏遠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環境會影響一個人 那的確在做畫畫這張專輯的時候 的確嗯 在前置作業的製作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有很多人加入 然後跟我在音樂上面有一個溝通 嗯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 我漸漸的也可以打開我的心房 嗯嗯嗯 讓更多人走進我的世界 讓我的世界有更多可能可以發生 拋下了所有的沉默 放著鏡頭 所以我感覺你這次就是 在風格上就是有 真的有讓他再更立體一點 再更跳出來一點 包括你 我覺得你的Vocal好像也有一點 進化 之類的 你有特別譬如說唱的部分 你也有想要去讓他 被更多人聽見 你是很會唱歌的人 嗯這個部分是公司 提醒我的 他說克克其實你超會唱的 這張要不要讓唱推出來一點 嗯 其實因為在不能發出聲音專輯的時候 我把自己定位成音樂家 嗯 所以在音樂跟人聲的混音 的這個階段 我會把人聲往後退一點 讓樂器跟人聲在同一條線 但是當然公司提醒我 所以也讓我覺得好像 我對自己的聲音可以再更有自信一些 在唱歌的部分我覺得 我沒有說真的 什麼故意讓他超進化還是什麼的 可是我 的確 現在很喜歡自己的聲音 雖然說 有時候很細很尖很像 很像雞在叫 但是 但是 沒有啦沒有像雞在 沒有沒有我真的覺得我 不要這樣自貶自己啦 雞在叫也很可愛呀 可愛的小雞 黃色小雞 對就是那種聲音很細 其實我以前不喜歡 我懂嗯 但是我現在好像 好像似乎可以 嗯 全面性的接受我自己的 種種的樣貌 嗯 就有點像是我的 種種人格 我都可以接受 嗯 我才有辦法真的喜歡 真正的自己 呃 換而言之我現在真的蠻喜歡 我自己的聲音 是因為 我覺得 我現在人的腦袋的狀態 跟身體的連結 還蠻連接在一起的 嗯 就是當我怎麼想 我想要唱什麼樣子的聲音的時候 我的聲音跟我的聲帶 可以輔助我 嗯 很不用想的 不用想太多 就可以直接唱出來 Uber Eats來啦 這是一款非常實用的APP 它讓機場露露的人 可以立即找到 最愛的美食和餐廳 就來找你想吃的美食 立即下訂 讓我們將美食 萬一送到你家 無論你在哪裡 我們都將美食送到你的社群 快來享受美食吧 像我有時候看有些 電影 然後幕後花絮 他們就會說 喔 我這一個 這一個take 我演了十幾次 就最後導演還是選第一遍 嗯嗯嗯嗯 你也有遇過這樣嗎 這是這張專輯裡面 真的嗎 榮樹爺爺 我們那時候去了 凱洞池上做田野錄音 嗯 然後我們大概錄了六次 最後是選第一次 選第一次 選第一次而且是在試音的時候 哈哈哈哈 深入你土裡的榮樹 是百年前埋下的神 所以專輯裡版本其實是試音 在試音 對啊但是試音的時候其實就是最自然的 嗯嗯嗯嗯 對所以我們那一個 那一個版本聽起來最自然 然後情感的流動也是最舒服的 所以就後來選了第一次錄的 嗯嗯嗯 對阿因為我覺得現在其實什麼 電腦修音後製 那麼技術已經那麼厲害了 說真的啦你就算當下唱得不好 靠後製都馬可以弄到想要的樣子 對阿 可是我覺得那就不是真實的 嗯嗯 這個你就不是在真實的 投遞你的靈魂在演唱這首歌 這這就是我最在意的地方 你最在意這個 我最在意就是真實這件事情 嗯嗯就是 因為現在的社會很快速 嗯然後大家都用網 網際網路 對 現在還有人在講網際網路嗎 沒有 我好啊 你很old school欸 什麼網際網路 I.E 我還撥接上線 摩電摩電 摩電 撥接器 不要再透露你的年齡了 沒有沒有沒有不是不是 好 就是嗯就是所有的歌曲 的確都是我真實發現的故事 然後我很在意人跟空間跟時間的結合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首歌完成最重要的三元素 嗯那我覺得嗯 剛剛講到真實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會特別的興奮 因為我蠻在意的 所以在這張專輯裡面 我唯獨想要保留的東西就叫做真誠 有一些歌詞就寫的特別的直白 比如說在這世界上 感覺自己漂浮著 嗯 活著雀狗且吃著且無味 嗯 我就在在講我自己的狀態啊 我一點也不想起床 我睡著了就 不要再起床也沒關係 真的很長一大段時間都 活在這種很低迷的狀態 然後覺得自己好像漂浮在半空中 嗯 無法無法隨遇而安 無法落地生根 不知道自己是誰 然後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真實的狀態 就是我把這種 自己很真實的心境 然後有點剖析自己 嗯 把它寫在歌詞裡面 然後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助於 可以幫助一個人了解自己 然後放下過去 嗯 然後接受自己的所有的面向 可以跟自己說聲謝謝 嗯 我住了此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真實的一個很好的途徑 在這世界上 感覺自己漂浮著 活著卻勾且吃著且無味 我自己覺得我聽你的分享 我就會想到 就是在你要經歷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後 你才能夠從 我恨你這三個字變成 謝謝你這三個字 嗯 我覺得這個過程 他可能會五年 十年 或二十年 就是我曾經會有 我看到他只想說我恨你 嗯 可是為什麼我現在看到他 我會想對你說謝謝你 謝謝你曾經對我做的事 嗯 對我覺得這個過程就是 一直不斷的在 自己跟自己對話 嗯 也不一定是對話 就是你要 你真的要經歷 抽離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感受到你的 不同的人事物的生命的風景之後 再回頭看那些東西 你會發現 他其實有幫了你什麼 他讓你成為現在的你是有原因的 能留下什麼呢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 馬毛蟲 然後結成蛹 再破蛹而出的這個過程 嗯 就是如果你受了一點傷 嗯 就會想要把自己 鎖在一個殼裡面 嗯 然後真的要等待你好像 思考成熟了 或是你的歷練已經 嗯 不會這麼糾結了 你才會想要破蛹而出 從那個 嗯 我恨你 你去死吧 對對對 你去死吧 我想再見到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你給我消失在我的生命裡 好然後一直走到這個過程 可能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請你 你也靜一靜我也靜一靜這樣子 好那在這個過程過了之後呢 就會突然覺得 啊其實我也還蠻謝謝這個人的 他帶給我許許多多的養分 然後之前也曾經是非常非常愛我的 雖然說傷害了我 但是有愛就會有恨 有恨也會有愛 嗯 然後你會保護這個人 但是你同時可能也會不小心傷害這個人 我覺得是同時並進的 所以嗯 好等到過了這個謝謝你之後呢 我覺得下一個階段可能是請原諒我 嗯 那我覺得這個請原諒我 反而是我覺得可以跟自己講的是 嗯 請原諒自己覺得好像被傷害了 嗯 我覺得這個超難的 我覺得我剛剛經歷這個 所以我覺得熱騰騰的想要跟你分享 就是我真的嗯 告訴自己說 我想要原諒自己 嗯 覺得被傷害了這個念頭 對 就是有點像我們拋這首歌的那個 音樂錄影帶有討論到一個議題是 就是校園的霸凌 那其實這是我的 小時候真實的故事 就像剛剛我們有講到 嗯 我們小時候這麼怪 這麼怪人家就會故意想要弄你 小時候也不知道那叫霸凌啦 嗯 只是覺得喔 為什麼他們都要叫我不要來學校 我也不想來啊 對啊 但是過了過了那麼久以後 其實我 真的很長一段時間蠻痛苦的 就會覺得 啊我小時候沒有朋友 老師也不喜歡我 然後我也不喜歡學校 我恨那些欺負我的人 嗯 伸腳絆倒我的人 弄壞我的客座椅的人 嗯 然後把我的鞋子 給我亂七八糟的那些人 我真的很討厭這些人 但是 嗯 過了好一段時間之後 就是因為拍了拋 這首歌的音樂錄影帶 然後讓我重新去面對這個事件 的時候我發現 喔 我可以原諒嗎 這個以前我自己覺得被傷害的念頭 嗯 嗯 嗯 能留下什麼 我小時候因為我就是 嗯 不敢講話 我真的超想 有一次上課 我真的超想上廁所 我真的鼓起勇氣 在老師講課的時候舉手 老師說 什麼事 然後我就說 廁所 我只說了兩個字 老師就說 他就看一下手錶 然後說 再十分鐘就下課了 下課再去上 然後我真的是憋不住 我就尿出來 嗯 然後 尿出來之後呢 下課老師就 因為我還坐在位子上 老師就走過來說 下課你怎麼不去上廁所 後來就看到我已經尿下去了這樣 然後他就太笑我你知道嗎 然後他笑我 然後跟全班的同學說 不可以尿在位子上面 不要跟他一樣 這樣子 就不要跟我一樣 從那時候就是 那個記憶真的是很不好 反正我覺得 關於這種霸贏的事情呢 老師也有責任 對他怎麼可以這樣 這樣公審你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 把你當負面教長 你還記得他的名字啊 來 來講出來 不行吧 不要不要不要 沒關係 他現在是優良教師 蛤你還幫他講話 好那我們來交換秘密好了 因為你都講了 嗯 但你知道嗎 我們的童年幾乎是一模一樣 因為我也發生過尿褲子這件事情 而且 好我也記得有一次也是很想尿 然後尿出來 但我要講的是另外一次 是 我很想大號 那時候也是快要下課 嗯 自己講 我覺得有點嘴軟 就是很想大號 然後 是已經下課中獎了 我當然就是 手刀 奔去廁所 可是就在好像 馬桶放下的 那最後一秒來不及了 嗯 就是褲子還沒有脫 然後就來不及了 然後結果 不就是整個 褲子都 全部都是這樣子 然後 我就 硬著頭皮回教室上 下一節課 就是但是褲子的裡面 都是 然後 真的 真的是很 很Terrible的故事 真的 然後 上課上一上 然後就會有同學說 欸 誰才到狗屎啊 臭臭的 教室臭臭的 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看一下誰 大家的鞋子 然後我還假裝 就是也舉鞋子看一下啊 嗯 不是我啊 然後結果有人就是 沿著走到一排一排 開始在 聞 因為講說味道是從哪裡傳出來的 誰那麼雞婆 很雞婆 我真的想殺了他 然後 最後就 經過旁邊說 欸 這裡最重 然後就 被發現了 對然後就 老師就通知家長來 戴褲子來 對 我們發生一樣的事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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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我最想聊的就是速對你說這一首歌 因為有很 嗯 很多我的 聽眾或觀眾 他們可能從我這邊認識到你 可能也是因為我推薦了那一首歌 然後我也記得有 有人也有留言說 謝謝你的推薦 然後他去聽了這首歌 覺得很感動 然後也有療癒到他 幫助到他 對然後其實像我自己 我的YouTube 欸你之前只有聽我 聽過我那一集的Podcast嗎 對 沒關係反正因為我大概在三年前吧 兩三年前我有拍一支 關於聊婚姻平權的影片 嗯 對然後我就有在影片裡面講我個人出歸的故事 嗯 對 一直到現在陸續都會有人去看到那支影片 然後之後來留言 嗯 然後就說很謝謝你什麼的啊 然後你很勇敢什麼的啊 替你高興什麼的 希望我也可以怎麼樣怎麼樣的 對 然後所以我就 因此累積了很多 同志的觀眾聽眾 因為我覺得 無形中我變成是他們的一個榜樣 嗯 變成是他們的一個icon的感覺 嗯嗯 在某一種層面是他們心靈的一個支持 嗯 因為我 我都一直很支持這件事情 嗯 對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 給你們勇氣 對 欸你的歌 呵呵呵 對對對 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聽到你分享樹對我說的時候 我也就覺得哇 真的很 很有意義 所以你要不要聊聊看當初寫這首歌的心境嗎 好 寫這首歌的心境那個時候只是 為了想要 很單純 只是為了想要 自己可以很誠實 嗯 很大方 的說出來我自己的性向 嗯 因為我覺得其實 因為現在是已經可以誠實大方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好好好 我來微微道來 又來微微道來 好好好 我們今天變了兩個小時了 超長podcast 呵呵呵 因為我就覺得 那種感覺很不好 悶悶悶 悶悶 就是 譬如說我第一次跟我爸 跟我爸媽說 呃 爸爸媽媽 我 我喜歡女生 這樣 然後 然後 我爸真的是 暴怒 嗯 他暴怒到 有一點想要把我批出家門 嗯 然後他說 你再給我這樣 我沒來的話 我們就斷絕婦女關係 這樣 很恐怖喔 因為我爸很很很很 傳統的 傳統 然後他就是警察 哦 嗯 真的很恐怖 好 所以我就皮皮剷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 想 第一次 覺得啊 我好像可以跟我爸媽講 這件事情 結果他們超級不支持的 所以呢 有一點 就像是有一點 好吧 這份心情永遠 乘風在我的心裡面 崎嶇的路會 換你一道彩虹 什麼 就是我覺得 我過了很多個這種很隱藏的時日 是一個很很長時間的 我也不敢跟別人說 別人都會覺得啊我看起來白白靜靜的 然後 然後 也可以喜歡男生 也可以喜歡女生 好像很變態 然後我就覺得 你們到底在想什麼事情 嗯 我覺得愛這件事情是 這世界上最 最美妙的事情 該怎麼講 因為你會因為愛 然後你的面向會改變 你會變得很漂亮 然後你會因為愛 而去 不是只有愛人 你也會愛小動物 你也會愛屋疾屋 嗯 你也會懂得怎麼樣去關心別人 最重要的愛是什麼 你要先愛自己 那我覺得 我剛剛說我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可能十多年的隱藏自己的性像 因為我覺得 從別人給我的標籤就是 呃怎麼會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 好噁心喔 什麼他們就會貼很奇怪的標籤什麼 很不好聽耶 這可以講嗎 我看看 如果不 不方便我就幫你逼 啊 他們說什麼雙頭龍啊 什麼的 這種 好逼掉 我會逼掉 莫名其妙 你有 你因為愛一個人 你要遭受這麼大的抨擊 對 評斷 然後 我只記得那時候就是 反正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不舒服 就是 要隱藏自己 喜歡一個人 然後 還要騙家裡的人說 喔 我現在交往的對象是一位男性 嗯 我覺得 何必呢 後來我覺得 雖然說我現在可能 已經也很久一段時間沒有跟女生交往了 但是 但是其實我一直知道我的生理的需求 或者是我知道我自己 走在路上第一眼會看的是 女生 對 嗯 就在我誠實的說出我的故事後發生 所以我覺得 從那一刻開始我可能就知道 喔 原來 原來我對男生是有點排斥的 嗯 其實我以前是真的沒辦法喜歡男生 沒有辦法靠近男生的 嗯 我被男生欺負過喔 對這樣子 所以我對男生真的有一點近而遠之的這個 這個距離 嗯 嗯 但是 到了後來的確有一些比較好的男生 讓我改變了我對他們的看法 也改變了我對重男性們的 那叫什麼 有色眼鏡 嗯 嗯 是是藝男嗎 還是是Gay的好 閨蜜 喔 Gay的閨蜜的話真的是 perfect 喔 perfect 他們就是最懂我的 對對對 就是我的心靈導師 這世界上還是有很多有色眼鏡 讓所有 有愛的人 有所隔閡 然後讓他們沒有辦法做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讓我 懂得怎麼 幫自己坦率的輸出來自己的想法 那如果我也可以幫助那些人 讓他們覺得 你也可以成為一個勇敢的人 嗯 我覺得那這首歌會很想要送給這些需要一份勇勇氣 嗯 第一張專輯遊樂的時候有一首歌叫做等你擁有勇氣 嗯 那個你是女字旁邊 對對對對對 對其實那個時候我就 默默的在我的自己的作品裡面放上這個 喔 對 所以那首歌其實就是獻給當時的另外一半嗎 當時那個感覺抱歉的另外一半 傷害你的還是你傷害他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覺得我傷害他了 喔齁 你真是不OK 你 對對對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在那邊 幹嘛在那邊責怪你 好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你要說嗎 都可以都可以 因為你知道每次一講 你每講一次 你就是原諒自己一次 嗯 所以如果我今天在這裡 可以就是 就是藉由這個所有聽眾朋友們的祝福 以及吉米哥的祝福 大概我就可以展翅飛翔 好來來來來 我們給你力量 給你勇氣 而我卻 平下腳步 好了高中時期的時候我喜歡一位女性 然後這位女性她的身份比較特別一點 但是反正我每次 每天上學的時候我就是很期待可以見到她 老師嗎 不是老師 教官 是教官 女教官 對 哇塞 刺激耶 好Drama喔 這可以講嗎 應該沒關係吧 可以可以 不管我就是講 我做我自己 對我喜歡上 就是我每天 進校門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到她 我就宛如見到你知道 這根本就是什麼偶像劇情節啊 就是她在大門口 在那邊檢查制服的時候 然後你們有 四目相較的時候 露出詭異的微笑這樣 沒有錯 就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每次上學 我是真的不喜歡上學 我會翹課的人 我會上學就是為了她 然後我就是走進校門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 一陣陽光迎面而來這樣子 所以我就看到她的笑容 我就覺得她 好可愛喔 突然變痴女 沒有但是就是 我們後來 你說那個就是 一份 就是甜蜜的笑 然後只有我們 自己知道 這件事情 後來是 真的是 因為我們 感覺好像有 開始在 在談一個 關係嗎 有點就是蠻進一步的 然後 我們會交換日記 我跟女教官交換日記 哇 這真的是 太棒了這個故事 欸她到底大我幾歲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太精彩了 難怪妳剛剛說是 不分性別 不分年齡 然後呢其實 我覺得 是這樣子 就是 其實我是幫助她出軌的人 恩恩恩 她以前真的很隱藏她自己 恩 然後她的父母親 也都會叫她去相親 恩 然後 然後我就是 因為可能是因為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反正就是我的出現 讓她 嗯 她在日記裡面寫的 她就是 第一次知道自己 也可以喜歡女生 恩 也喜歡女生 願意勇敢的說出來 這件事情 然後 我們就這樣子 很好很好 一段時間 突然有一天 我不來上課 我不去上課 恩 然後她就 也 她打電話我也不接 然後 嗯 我就似乎就是有點想要 然後突然就這樣子斷著聯繫 後來又有一天我去上課了 然後有一個男生 載我去學校上課 他看到 恩 從那個之後 他開始對我 畢而遠之 他就是 完全不理我 恩 然後不跟我講話 然後我如果進校門 他也故意不看我 然後 我如果去教官室找他 然後他就是真的是教官 他就是那個身份 就完全是教官 已經完全沒有情感了 恩 我們躲在城市的邊緣 好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就是 你知道我想要解釋 可能也沒有辦法解釋 因為 載我去的那個人 也不是我男朋友啊 恩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可能 這些這樣子的人的特性 是比較敏感的嘛 就是 恩 覺得我可能幫助他出櫃了 可是 恩 又好像間接的傷害了他 我之後 我想要彌補也沒有辦法彌補了 我想找他講話也不可能了 然後我想要把那本交換日記拿回來 也不可能了 然後 後來我 畢業了以後 我帶著一份遺憾畢業 然後 過了一兩年 我還是會很常想起來這個人 然後我就會 恩 上這個學校的網站去找他的聯絡資訊 恩 但是他就已經 掉走了 然後也換了電話 整個人蒸發在這個世界上 可能是因為我覺得很遺憾 所以我覺得對他很抱歉 但是我 現在想一想就覺得 我也真的也沒做什麼對不起他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 有時候 就是時間的關係吧 會讓我們 相聚在一起 又會分離 然後 分離了以後 可能又沒有辦法再繼續保持聯繫 只能用一份想念 繼續 懷念這一段 感情 恩 唉 入片 可是都是很值得分享的故事 反正也都是這個專輯在做的時候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 也是這些經驗才成就了這張畫畫專輯 裡面的養分都是來自於過去的這些故事 畫畫這張專輯 它本來就是一個屬於溝通的一個 歌曲 無論是跟自己溝通也好 還是跟另外一個人溝通也好 或是 你自己跟大自然之間的溝通 我覺得這張專輯裡面只要有一首歌 可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搭起一個橋樑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緣分 也是一個我們生命的流 那 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可以流進你們的生命裡面 我也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願意 與我的世界搭起一座橋樑 但是我覺得 我想要推薦你們聽 我拋下了所有的沉默 拋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勢必是得要 誠實地面對自己的現況跟困境 然後 真的 你把自己的 所有種種的面向攤開來看 你就會知道你自己 可能我 我承認我自己現在很懶惰 我承認我自己現在 什麼人也不想要見 我承認我自己現在 討厭這個世界 討厭自己 諸如此類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 有那麼一首歌可以讓你聽了以後 好像 吸到一口新鮮的氧氣的話 我會想要推薦拋這首歌 是因為我寫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 鬆開了我的拳頭 嗯 我覺得我好像 終於可以 好好的跟過去的自己說聲 謝謝 謝謝你 陪伴我 然後 雖然說我以前很負面 雖然說我以前沒有辦法說出來 我自己內心想要講的 真實的話 但是 等到我們這樣子回頭看的時候就會發現 是千千萬萬個以前的自己 才有辦法造就了現在這個我 所以請 拋下你所有的執念 拋下你所有的過去的自己 然後試著 拋開你的雙手 你才有辦法 擁抱自己 再擁抱 你所愛的人 那我們今天最後呢 就 就一段就好了 不用整首啦 那就讓科哥 為大家清唱這首 拋 作為今天完美的ending 我拋出對世界的疑惑 一夜翻過 未知的入口 過去回憶的沙漏 流過你我 快樂未必是擁有 我拋開了 擁抱的雙手 奔向盡頭 一整片遼闊 此刻我和你擁有 淘擠失控 淘擠失控 無謂最後的最後 拋下我 我拋下我 我拋下我 不орд 我拋下我 我拋下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